大家好 2022年8月3日星期三 今天绝对可以用炮声隆隆来形容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昨晚他的专机在10点多抵达了台湾 今天下午5点多 专机离开了台湾 结束他大概是19个小时的台湾访问 此行就令佩洛西成为过去25年来 踏足台湾最高级别的美国政要 单单这件事都足够令北京震怒 但昨天我们拍片的时候也提过 究竟佩洛西去到台湾之后 他是低调或会火上加油 都值得大家留意着事情发展 结果今天他结束访问行程 他离开了台湾 大家就看到他在台湾 如果要总结 可以说他在台湾是相当相当高调 能够在台湾做的事 基本上佩洛西都做了 一见不留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留到余地 所以北京有强烈的反应都可以预期 我们看看佩洛西在台湾做了什么 他昨晚专机去到睡了一觉 今早见了蔡英文 接着就去了立法院参观 本来招待他的应该是立法院院长尤石坤 但是尤石坤就因为确诊到阳性 所以就来不到 于是就由副院长蔡奇昌去负责接待佩洛西 和他此行的整个访问团 然后佩洛西和蔡英文闭门会面 还一起出来开联合记者会 然后还见了一些维权分子 例如包括八九民运领袖吾尔开希 包括由香港去的铜锣湾书店林荣基 还有就是之前被内地拘留 后来获释的台湾NGO工作者李明哲 不单止这些行情 而佩洛西在台湾的发言也说得相当劲 佩洛西在台湾发表演说和记者会的时候 他也是多番强调美国和台湾要团结 另外就说美国是不会背弃对台湾的承诺 然后还大赞台湾 就说台湾是区里面的民主典范 然后还拿起台湾和中国大陆 说他们形成强烈对比 然后还拿起香港来说 说香港发生的事就是例子 大家看到他这样去说的时候 北京当然是不会认同 无法认同 所以中国相当不满要强烈回应 是可以预期的 外交部昨晚已经出了声明 批评佩洛西此行是暑访中国台湾地区 暑访就是鬼鬼祟祟去访问中国台湾地区 中国对这件事是坚决反对 严厉谴责 去到今天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也都继续出声 他就批评佩洛西访台是一场闹剧 更加强调 《犯我中华者必将受到惩处》 外交部也都指佩洛西访问台湾是挑衅 和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强调反制措施 应该有的都会有 大家看到这些发言 这些声明这些言论一浪接一浪 我自己看到今天相关的新闻 针对现在的形势发展 有几点的观察 就可以和大家去分享 去谈一下这些看法 北京昨晚外交部出的那份声明 当然措辞是相当强烈 不过有一点 我亦都想指出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外交部这个声明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他说中方历来反对美国国会议员 暑访中国台湾地区 美国行政部门有责任予以阻止 佩洛西仲议长是现任美国国会领导人 他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赴台活动 都是升级美台官方交往的重大政治挑衅 中方绝不接受 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北京当然对美国不满 因为这个访问 但是他将美国的责任分了 行政部门和佩洛西众议长 他分了不同的责任 明显似乎是有一些主次之分 例如行政部门就是没有阻止 而佩洛西就是一个重大政治挑衅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表述呢 这个表述这样把它分了 是代表什么呢 会不会在客观上可以给北京处理中美关系 或者跟拜登政府的关系会多些弹性 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针对现在北京一些举措 一些措施 根据新华社 昨晚10点59分就发布了一个授权公告 宣布解放军就会在8月4号12点 至到8月7号12点 在台湾东西南北六个海域和空域 进行重要的军事演奋行动 并且组织实弹射击 这个军事演练去回应佩洛西的访问 值得留意的其中一点就是她的时间 她现在是选择4号至7号 即是说佩洛西已经离开了 今天3号5点多的时候她离开了 想提醒大家 当佩洛西一路盛传她会在亚洲之行去台湾 但是事情未正式发生的时候 其实在坊间 尤其是美国方面 都一路有很关注佩洛西专机的安全问题 一路有一个讨论就是究竟佩洛西坐的专机 是能否安全抵达台湾 安全抵达台湾之后 又能不能安全地离开台湾 这个也是一个讨论 大家也看到 昨晚佩洛西离开马来西亚 由马来西亚本来就是去台湾 但是她是绕了道的 她的专机是绕了道的 那就是绕开了南海空域 中国飞航的情报区 就经印尼、菲律宾、德这样飞去台湾 那你从这个的举措 都可以看到 美国方面的评估就是 就是对佩洛西的专机的安全 不是没有顾虑的 如果她没有顾虑 就不需要这样去妖道 所以她都是做了一些 她认为的安全措施 但是现在北京昨晚出的军事演练 日期定在佩洛西走了之后 4号到7号 大家看到即时发生什么事 就是在桃园机场的官网 就说明天有40至50班机停飞 虽然官方就说 这个跟军事演练无关的 是疫情 就真的信不信由你了 坊间很多的解读 就不是这么看的 但是你看到这个暴震 就似乎北京是有策略的 去将她那个演练、反制 避开了和美国有机会擦枪走火 而是将焦点的矛头指向了台湾 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就是 真正要留意北京的反制 就不是佩洛西在台湾访问的时候 而是佩洛西离开了之后 可能那里更加值得大家关注 这一点是我的观察提出 大家都值得留意 那另一点 今天呢 刚刚我说了 外长王毅出来是有一个回应 针对佩洛西的访问 不过呢 其实如果你看到她说话里面 她最点名最不满的是谁呢 蔡英文 王毅怎么说呢 王毅就说 台湾的蔡英文之流 抱着美国的粗腿不放 就是粗大的脚 抱着美国的粗腿不放 背弃民族大义 这些倒行逆施根本改变不到 一个中国的国际共识 也根本改变不到 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历史大势 换火者绝对没有好下场 犯我中华者必将受到情处 你看到王毅批评蔡英文 都是非常强烈的 甚至如果以为你个人去批评 她批评蔡英文这个 好像比佩洛西更厉害 因为她说起佩洛西的时候 她怎么说呢 她说今次这个访问 事件再次证明一些 美国政客沦为中美关系的麻烦制造者 如果你看这段 看新闻的时候 很明显她应该是说佩洛西 但是她是说 美国政客沦为中美关系的麻烦制造者 她没有直接说佩洛西是中美关系的麻烦制造者 那是不是好像说起蔡英文的时候 是有一些的分别呢 这一点就是我的观察 那不过讲开呢 就是外长她去说 美国政客沦为中美关系的麻烦制造者 其实谁有这个说法呢 说佩洛西是麻烦制造者 过去几天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 批评佩洛西批评得较多的呢 就包括了之前和北京都是很针锋相对的 前总统特朗普 其实特朗普在佩洛西 就是说了去台湾访问之后 星期二的时候呢 在社交平台呢 都是很强烈批评佩洛西的 他就说呢 为什么疯狂的佩洛西在台湾呢 他总是惹麻烦的 他所做的一切呢 最后总是一团租的 他说佩洛西总是惹麻烦 就和现在呢 外长王毅的说法就说 有些中美政客是麻烦制造者 好像有些不谋而合 那也都众所周知 特朗普在任的时候呢 和佩洛西呢 都是经常呢 就是针锋相对的 那两个呢 是互相相当都不满的 那所以呢 你见特朗普呢 今次去批评佩洛西呢 都罵得很准的 甚至曾经前几天呢 在社交媒体上呢 就罵佩洛西呢 是用糞便来形容的 那是不是都很强烈的字眼 那不过呢 有一样东西又 又这样 值得留意的就是 当特朗普在任的时候呢 他对北京呢 都是 就是 当时那个的 对立呢 都相当尖銳 那但是呢 一路坊间又传过 究竟特朗普 会不会以总统身份去 去台湾呢 甚至呢 外长 蓬佩奥会不会去台湾呢 但结果呢 他们两个呢 即使公开的时候 是对北京有很多的批评 不过他们在任的时候 都是没有以官方身份 去到台湾的 就是一些在坊间 曾经的所谓揣策 估计 最终呢 是落空的 那是不是就是说 特朗普都觉得 这个 就是官方身份访问台湾 是 落陀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 不可以 去 轻易去用到 那这个就是 都值得大家 去留意的 那现在 形势去到这里 大家最关心的 当然是 究竟会不会打仗 那今天 来到现在这个情况 那 现在起码 北京暂时是 军事演练 未到真是说 是 在这一刻 还未见到说是打仗 那但是值大家也都 不敢 我想相信 现在今天 没有人敢去完全断言 是不会打仗 甚至呢 随着事件的发展 事件的升温 大家反而会觉得 是不是距离打仗 会越来越近呢 我相信现在 就是这个 在这个氛围底下 我手上这本书 就叫做 注定一战 中美能否避免 修释底德陷阵 这本书是曾经 拜登未做总统之前 做副总统的时候 曾经赞过这本书 那作者呢 就将历来 人类的多次的战争 就归因一样东西 就是 雅典的崛起 以及斯巴达 揮之不去的恐惧 使战争不可避免 那 即是说呢 阿尔的崛起 就令到阿一 就有些恐惧 于是最后呢 就形成战争了 那作者就将呢 历来人类历史 就说类似的例子 他就数了16单出来 就由呢 十五世纪 当时是葡萄牙 作为一个统治的强权 就受到西班牙这个崛起的强权 就是所挑战 所威胁 就由这个例子一路数 就数到呢 就是去到九十年代的 就说呢 全世界一共有16次 类似的例子 那 结果呢 就有12次呢 都是呢 就打了仗 有四次呢 就没打到仗 但是打仗 和不打仗 那个关键在哪里呢 那个关键呢 根据这本书的说法就是 就是 或者根据这本书的那个 那个总结的经验 他就说看到呢 有时不是呢 领导人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呢 主观意愿呢 就是说想打不打 去导致有战争或者没有战争 而很多时候呢 战争的出现呢 都是擦枪走火 就是未必是为他意愿想打 但是就有一些时候擦枪走火 那最后呢 就让成的战争 那他最后有一个的结语呢 他有一个的感慨 就是说不要低估呢 人类呢 做蠢事的可能 那这个就是这本书呢 一个讲法 注定一战 文号来的 那今天在这里 和大家的交流分享 聊到这里 拜拜